第四王子 他出生于德国的母亲 萨克森科堡 萨尔费尔德的 维托利亚公主抚养长大 据他后来形容 他的童年相当忧郁 听起来还真神奇 维托利亚在18岁时 继承了王位 他后来在1840年 嫁给了他的表弟 萨克森科堡 哥达的 亚伯特王子 正所谓的肥水不落外人田 他的九个子女 与欧洲各地的 王公贵族结婚 让他有着欧洲祖母之称 但 当然总比他表弟的老婆 好听多了 亚伯特 于1861年死亡后 维托利亚陷入深深的 哀伤中 并极少在众人面前出现 然而 他的人气在统治时依旧不减 而他的在位期间 也比英国其他任何国王或女王更为长久 他登记50周年与60周年纪念 都举办了公开的庆典活动 维托利亚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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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被称为维托利亚时代 不仅是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处 大规模扩张的时期 同时也是大英帝国工业 文化 政治 科技 与军事 皆有相当巨大变革的时期 科罗佛特斯塔瑞 川日1827年8月18日 科罗佛特斯塔瑞出生在伦敦西区 罗伯特斯塔瑞最亲的儿子 罗伯特斯塔瑞是十分富有 但完全没有地产的人 因为他最著名的事迹便是 年轻时在铁路狂热及初期 将他家族所有的地产投资下去 使其价值翻涨了三倍之多 搞不好就有本杂志名为 铁路狂热是不是 史塔瑞的孩子是在互相竞争的环境下长大 从童年开始 他们都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的情况 甚至在学校和运动 亦不遑多让 孩子们要力争上游 他们的母亲带着自豪看着 从来没有想过私底下是否有任何黑暗面 在罗伯特12岁时 技术学教提供了一个机会 他终于有了成长空间 在被他的家族排除在外后 他装强作事的模样被冠上了 史塔瑞领祖的讽刺绰号 在他的私人笔记本中 开始把人类分成两种阶层 负责效命及负责统治 很自然的 他选择后面这种类别 认清他在学校里不会有朋友之后 他下定 他定下心开始培养走狗 除了用精辟的乱点 塑造魅力之外 他同时也把心中鄙视藏在微笑和美妙的文字之下 直到他能够驱使教师和同才 顺从他的意愿为止 教师们的评论肯定是 天才 天生就是领袖之才 重大的改进 年轻的克罗佛特终于展现出自我 而权力和控制的感受是会上瘾的 在毕业之后 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位铁路大亨 透过聪明的购买 加上竞争对手会奇怪的自行消失 他成为顶尖翘楚 靠着他的大笔财富 他开始扩展 并涉及不同产业 也把势力延伸到伦敦的许多地方 他曾陷入爱河 只有一次 对一位和他一样无情的商场女子动情 让他拒绝嫁给他 真是个疯女人对吧 应该就是这个吧 应该就是他吧 爱摩套王子 当第一眼看到萨克森、柯堡 与哥达的爱摩特王子时 维多利亚女王就一见钟情 当然他们是表亲 但那个时代与现在截然不同 在1839年10月 他向爱摩特王子求婚 哇他向爱摩特王子求婚的 接着在隔年2月正式成为夫妻 一开始大众对外国人成为驸马爷这件事感到怀疑 且担心爱摩特会对维多利亚造成太多影响 虽然爱摩特绝不是坏人 但他在宫廷中的影响力的确越来越大 在维多利亚怀孕时更是如此 他们共育有7个小孩 他将侍从人员改组 成为英国外交政策方面重要人物 并参加了国会开幕大典 一直到今天这项仪式都只需要女王参加 由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十分深厚 维多利亚不但反驳众人对爱摩特野心的之一 还让他成为自己唯一的顾问 并将他视为家族的首长 1860年爱摩特的健康状况出现明显的恶化 他开始变得非常虚弱 呼吸困难 且再也无法进食 医师诊断他得了伤寒 虽然在当时中兵是可以治愈的 但依然为师已晚 12月14日 在妻子维多利亚女王的陪伴下 他与世长辞 刚刚的皇家信件 1866年2月6日 来自女王的日记 一个有所发现的早晨 可怕的焦虑及不安 十点半离开温莎 与小孩女士及格下们一起前往伦敦 外面有一大堆的人群 所以我身边有一名护卫 从我遭逢聚变后 这是第一次 无恙 我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结束后开始换装 我穿上了只有 在滚边乡有白毛皮的普通晚礼服 戴上长长薄纱遮盖的帽子 有一顶鑽石与极蓝宝石相似的小冠冕在后面 而帽子的前缘则有许多鑽石所形塑 对我来说独自进入的马车时相当可怕 而乐队不断演奏 此外当人们开心荒芜石 我很难压抑自己的眼泪 但我们两位温柔的可爱女孩 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 而她们也很了解我正在面对的一切 人群们非常热情 而人们似乎带了同情的眼光看我 尽管风很大 我们还是将两扇窗户都打开了 当我进入国会时里面有很多人 我觉得自己也快昏倒了 一切声音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而我独自坐在位置上 当一切结束时 我心里的大石头也因此放下了 然后我从王座上缓缓走下 对于今天的严峻考验 能够顺利完成 我充满感激 而这也表示我可以撑过这个难关 不太懂什么难关 他没有讲 凑皇计划 凑皇计划是obstacle为了 让人类失去自由所制定的最新疯狂计划 这一次他们打算排列第一文明的三螺旋基因组 利用这个基因组来探索先行者的遗传记忆 并进行伊甸碎片还原工程 我正怀念以前那段日子 那时他们只想建立卫星来控制人类心智而已 在2013年末 obstacle在自家员工身上发现了大量的先行者DNA 这名员工叫约翰·史坦迪斯 事实证明史坦迪斯国家是一位胜者 也就是先行者的意识在人类体内高度 体内重生而成的化身 化身会因此具有高浓度的第一文明DNA obstacle立刻对其他圣者的样本展开搜寻 且开始追寻其他圣物 希望借此取得更多样本 最近这几年我们都试图都在阻止他们进行这件事 去年10月我协助加文的刺客坟布找套 并摧毁一间圣殿骑士的凤凰计划实验室 不会呀 我真的超英勇的 而且我也没有叫得像杀猪一样 别离那些乱说话的家伙 然后obstacle还是抢先一步 而且他们拥有几乎无穷的资源 我们必须以叫少的资源来做更多的事 希望他们没有进展神速 不然我们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这个obstacle命也真硬 他从工业革命的时代开始 做的吧 我印象中之前看到 对啊 他们在那时候资本化 1910年 明明就圣殿骑士的集团 才被打倒不久 就可以重新起来 这还蛮夸张的 居然没有解开这个 可是我还没有黄金蜘蛛丝 因为我没有搜寻完所有的物品 看看伊伟有没有新的笔记 有 狗林阁下认为圣果布就在白金汉宫内 且存放在特别打造的秘密宝库中 我希望这样的资讯足以让行动继续 然而白金汉宫很大 漫无目的地寻找根本徒劳无功 狗林阁下本来打算取得一套稀有的建筑蓝图 好让我们知道秘密宝库的位置 但圣殿骑士杰族先登 把蓝图偷走了 我们试图把蓝图抢回来 但下场相当凄惨 狗林阁下不但被抓走了 而他也没有取得蓝图 而我因此放弃任务 转而寻找并释放他 对这样不明智的判断 我则无胖蛋 我很担心爸爸会因此对我失望 但我依然持有打开圣果布相似的钥匙 而这是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 无漏偏逢连夜雨 科罗弗特史塔瑞策划了一项计划 并决定今晚就要攻击白金汉宫 他打算杀了女王并挪走圣果布 说不定他认为我持有的钥匙一点都不重要 希望他的判断是错的 雅各跟我的同意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行动 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对我来说太混乱了 我没办法继续与他攻势 而他甚至调明了说 我的存在也令他难以忍受 看来分担两标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我不确定今天晚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只能专注于目前的任务上 科罗弗特史塔瑞死了 而他的死亡也破坏了圣殿骑士 对纯伦造成的影响 他的残党几乎消失殆尽 我很想将这件事视为一次全面性的胜利 因为就感觉来说的确如此 然而伦敦的下层阶级 依然生活在不幸而穷困的环境中 且受到反复无常且残忍 无比的精英人士所统治 女性依旧没有受教育选举 及拥有财产的权利 英国的军队仍四处征战 从其他国家掠夺财富 以充实我们国家的资源 且要是希望伦敦能够真正获得自由 身为次贺的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目前来说 雅各与我都对我们之间的差异做了修正 从有一天我们不那么坚持几天时 就能继续合作 但我对这件事情不表乐观 而且我完全放弃了第一个想法 大马上说感情会对整个兄弟会造成危害 我想这是因为他对妈妈的爱太深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但他这句话是错的 目前亨利同一和我一起待在伦敦 而且作为交换 不久的将来我同意与他一起到印度旅行 他正在等我 所以我就骑到这里 祝你们两个幸福 全部杀掉了 好吧 秘密的险道还没找 我们来看一下 成绩 故事96% 火拔行的98% 伦敦的故事81% 收集品76% 这两个都还蛮高的这个哦 伦敦的故事 次要目标成功的状况 比较差一点 伦敦丽亚女王 是工具啊 所以这个是主线破完之后的支线任务 我还以为今天就结束了耶 这个我带自己玩吧 影片里面会有 但不开心了 收集品就比较差了一点 我再把剩下的东西补好 放在 之后的影片中 那现在有个礼拜 五开始 常态开台 应该就换成纳克 不知道能不能再一个礼拜 再生出纳克的封面 还有预告 如果没生出来就算了 好啦就这样吧 这个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啊对我忘记说 我觉得这台中间的状况就还蛮重复的 蛮连不起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一次破完竹仙的关系 但是最后他们幸福 比大革命感觉好 而且帅 喜欢 好啦拜拜 心得讲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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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